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1942这部电影有着很浓厚的社会背景 是在各种战争的夹杂下所发生的故事 所以整个电影的画面和质感都比较灰蒙蒙的 在战争的同时,还遇上了震惊全国的河南旱灾 人们苦不聊生,为了存活下去 迫于无奈,人们群众不得不背景离乡,远离灾害 而电影的剧情就是在讨荒的途中展开 该片根据小说改编,著名导演冯小刚制作 所以开始看的时候就很期待 当然,看完全篇也要给满满的好评 在演员阵容上全是实力派的演员 张国立、陈道明、李雪剑、张寒宇 另外还有冯小刚的妻子徐帆 故事围绕老东家、范爷和店家的两个家庭为核心 在逃荒路上所发生的种种 老东家和店家家里都是土豪 但是无奈于旱灾 这时候钱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于是,老东家全家踏上了逃荒之路 但是逃荒之路哪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路上遇到土匪抢钱抢粮食 再是同样遭遇士兵的抢夺 短段时间内,逃荒的大部队便有大半死于途中 再后来,儿子留守家里遇到土匪被凶狠地杀死 儿媳在生完小孩后 体力消耗外加感冒也死了 老婆在逃荒途中消耗体力过快 加上粮食被抢也活活饿死 最后,孙子在赶往陕西的火车中被自己闷死 在孙子闷死的那刻 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绝望了 明明只是逃荒 一场逃荒之路却让身边的家人都死了 同样,粮食被抢,钱也没了 这时候,电话面突然出现一群逃荒大部队的身影 突然很有感触 大家都是在逃荒 都是为了活着 可是,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时候,脑海中也突然闪现一部散文 活着,人们为了活着 不停地靠向安全替代 生命之缘 可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但是,现实表示又不能不走 走着,似乎就有活下去的期望 但是,这样的想法还是挺讽刺的 老东家就是为了活着,不停地在赶路 但是,走着走着,家里人都死光了 饿死的,病死的,还有被杀死的 这不就违背了刚开始的意愿吗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往回走 路上遇到同样逃荒的人们 其中,一个大叔问他 为什么往回走 往回走就意味着死亡 老东家这时候很绝望地说 只想死得离家近一点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泪奔 没有遇到逃荒不能感同身受 但是,此要的绝望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呀 不过,这也要追溯到电影的历史背景 虽然说,这部电影有些黑色幽默的元素 但是,整部电影的黑色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想给这部电影高分 不管是电影剧情设定 还是人物表情的描述 都让我看到了人们对于绝望二字的无可奈何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的重点 是在映射当时的社会环境 这样通过一个家族的星路 让我更生动地了解了 当时政府和社会黑暗的一面 对于一个对历史剧无感的我来说 这部电影可以刷上好几遍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